萧炎成功复活耀老后,耀老究竟回馈了他多少份大礼 最后一份竟让魂天帝都为之颤抖 第一件大礼,是一伙绑排名第十一的古灵冷火 因为萧炎的多方努力,甚至还将千辛万苦才抢来的斗圣手臂都给耀老用上了 所以耀老在复活之后,御火重生进入半圣 一人就击溃了八九天尊的合击技能 一掌便将黑白天尊打到吐血道飞 让魂殿组织起的报复,以最快的方式消散了 而被他示弱亲子的徒儿萧炎,无疑是他复活的第一功臣 所以在复活之后,耀老将陪伴自己多年的一伙古灵冷火送给了萧炎 原本耀老在被魂殿抓走时,就有过这一想法 如今他复活了,自然更愿意将古灵冷火送给萧炎 萧炎知道古灵冷火对于耀老的意义,此时不肯要 但耀老已经撇了心地给他,甚至还直接磨去了古灵冷火上属于自己的灵魂印记 萧炎若是不要的话,古灵冷火便成为了无主之物 这下萧炎也不再扭捏,知道耀老的心以后,便将其收下了 其次便是第二件大礼,帮萧炎还人情 当初萧炎就耀老时,天火尊者和小一仙他们都是出了大力的 耀老虽不清楚,萧炎欠下了多大的人情 但也是明白救自己有多危险 所以在被萧炎复活之后,便想办法地报答天火尊者以及小一仙的真情 先是给天火尊者和小一仙金允阁长老的位置 而后又为天火尊者量身炼制了一枚,能够让他恢复生前巅峰境界的丹药 又给小一仙提供了一位恶难毒体前辈的作画之地 这样小一仙在其中得到了传承 从而彻底掌控了恶难毒体,实力更是再度暴涨 也正是因为要老如此做,萧炎才有稍稍喘息的机会 毕竟他这个人没啥毛病,就一个重情重义 第三件大礼,静联妖火最后一块残涂的消息,要知道静联妖火,可是一伙榜排名第三的存在 所以这朵一伙的珍惜程度,绝对是无法想象的 如今要老将最后一块,静联妖火残涂的消息,送到了萧炎面前 饶是萧炎如今的心境,已经成熟了不少,可还是忍不住的激动起来 毕竟这残毒凑齐,距离他获得一伙就成功了一半 第四件大礼,古族成人里的琴帖,要老晋升半生之后,新允阁也自然有资格 获得来自古族的琴帖,而要老在拿到这份琴帖时,直接将其给了萧炎 他知道古族之中,有萧炎一直想见的熏儿 而萧炎在拿到这封琴帖时,也是直接收了下来,这才有了进入古族的机会 而进入古族之后,又因为薛儿的求情,萧炎有了进入天幕的机会 从而在天幕之中获得了 萧家先祖萧玄的传承,直接将萧炎血脉之力,进化成了萧族血脉 与古族血脉以及龙黄血脉融合成最强的血脉 更是获得了属于萧族的族纹,激活了完整的天火三旋变 使得萧炎的战力相比起之前,强大了数倍 可以说,要不是要老将古族的琴帖给了萧炎 萧炎还真不一定能获得这么大的机缘 所以要老真的是鞠躬至尾